今天警戒有一個醜聞 大家聽到非常不可思議 新竹有非常漂亮的女警 照片上這一位 她也做了很多反讀 或者這些愛心的這些宣傳 因為她身材非常腳好 面貌也非常清秀跟漂亮 但沒有想到現在金船 她在竹北警飛行局服務的時候 她當巡佐 疑似缺錢 所以她到這個半套店兼差 後來服務甚至做到全套 因為她的知名度 有相當的這一些 大家熟悉 所以她一出來傳出來 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這位女子她聲稱 她是到養生館訪友 是被人家檢舉 更妙的是有一個說法 說是他們自己人 去消費的時候看到她 所以就檢舉她 這個說法 現在包括當地警察說沒有 可能有內鬥的狀況 可能是疑似分局裡面內鬥 設局 破壞她的清牌 如果查不到的話 接著會說她吸毒 現在就說她缺錢買毒 不過現在篩檢的結果 她是陰性的 是沒有用毒的情況 請教平哥 對 這個案子非常詭異 因為一開始先傳出來說 說這位女警 她居然在裡頭做這種性行業 這個非常不可思議 你自己是警察 然後去監裁做這種事情 而且就像周長剛剛講的 她其實拍過很多宣導短片 對啊 你拍過宣導短片 你認為你去做這種事 不會被人家認出來嗎 所以這個一般正常人 都不會做這樣的選擇 對啊 可是為什麼會 當天她又被抓到 因為她是現場被活呆了 然後現場被活呆的時候 當然她沒有被抓到在從事這個工作 可是她就是在現場 就是那個地點 對 她只是在那個地點 那為什麼她要去那個地點 結果她今天有說她很後悔 她說她當時頭腦昏了 因為她跟裡頭的一個經理 是好朋友 所以她進去拜訪她 這也很奇怪 你自己本身是警察 刑警 然後你明知道這邊是一個 特種營業的場所 然後你跟她竟然變得好朋友 然後你還去 在這種場所出沒還拜訪她 這更奇怪 所以我覺得這個 整個聽起來都非常不可思議 我是不太認為 她在裡頭有做這個行業 但是她跟她到底是什麼關係 我覺得一定要釐清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買章魚燒 如果沒有章魚 你可以接受嗎 現在有人討論出來說 逛夜市去買章魚燒 結果賀瀉發現說她底下一小行 告訴你說本店使用的是 美洲魷魚 她說你不是章魚 你是用魷魚 不能接受 水廠業者講了一個大重點 她說章魚腳一公斤 大概是800塊 但魷魚只要400塊 口感又差不多 成本差少一半 不會有人告訴民眾 她說我告訴你 有九成的店家都是這樣做的 請教永平委員 對 我覺得現在 由於很多物價上漲的問題 可是台灣又是一個 號稱美食跟小吃的王國 那麼因為我們現在 店一漲價了以後 還有加上各種原物料 萬物起漲的情況下 你如果要維持 你覺得食物的類似漲價 不要一下子漲得太大 讓消費者害怕的話 你只好接受說換食材 我又不能漲價 我只好偷金減倆 或偷天換日 我認為雖然換食材 不管怎麼樣他還有民視 我覺得起碼這個比你用那個 他願意標其實就要給他掌聲了 對 你這個比用那個什麼蘇丹宏 用那些什麼食材的日記 但我看他的有點小 對 以後我覺得大家標大一點 因為你可以說 這種我反而覺得 我比較能接受就是說 雖然你廣義叫 我們在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